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没有教练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光听的话呢 当然是很重要 可以理解 可以了解 可以技术很多的关键 但是你操练的时候呢 你就会出现很多的错误 或者是走弯路 或者走远路 比方说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 都是靠着上帝的云柱火 来带领来走过旷野 那我们怎么知道 哪一朵云是神圣灵的云呢 比方说我们在新墨西哥州 几乎三百多天都是蓝天白云 那你怎么知道 哪一个云是自然的云 哪一个云是圣灵的云呢 这里就是需要有训练 有这样的一个指导 有这样的一个操练 所以这两门课的最大的特点 它主要不是讲更多的道理 而是帮助大家形成某种的习惯 常态 常常灵修 常常来留意神的旨意 我自己以前是半专业运动员 那我就知道这样的一种的训练的严格训练 和它的指导是非常重要 也可以节省很多的力气 所以我们特别来介绍这样的课程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那么最后呢 也是希望大家自己靠着里面的 渴慕追求祷告 也来揣摩神的旨意 是不是让你来上这么课 来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 所以我们在这里盼望 神带领我们可以有一起的追求 愿上帝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